当时的史达林以为说这场战争 打芬兰你才几万军队五万军队而已 三天就拿下芬兰 当时史达林是这样觉得啊 就有纵将这场战争打多久 打了三个多月打了98天 三个月打成98天 而且俄罗斯前苏联得到最后结果就惨胜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几个关键的因子 怎么惨胜 他打到这个战场上去的时候呢 刚好迎来欧洲最冷的冬天 那在芬兰战场很冷嘛 所以要打这场战对俄罗斯大兵来讲 后勤补给不足的时候 身上穿的衣服不够暖的时候 芬兰遇到第一个 俄罗斯遇到第一个状况马上出现 那时候苏联部的遇到第一个状况 就是士兵冻死战场上 预寒衣物不够吃的不够 结果呢 芬兰人当时怎么心战的你知道吗 芬兰人的心战就是 我把你冻死了这些苏联的大兵 把他拿来摆在 插在雪地里面 这就变路标了 所以你后面进来的 那个苏联的士兵看到会不会怕 会怕心战马上就先下到 士气马上就低落了嘛 好第二个 对于这个芬兰人的讲 中将芬兰是一个有广大的山林 然后有很多湖的国家 所以芬兰的地形 那个要非常懂雪的环境 那芬兰的人跟士兵很会滑雪 所以在战场上呢 他们常能够达到突击的作用 这堪称是当时苏联遇到 最难缠的突击队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一些士兵会滑雪 所以他会神出鬼没的出现 所以当时芬兰人 他是最早 我们在这次乌克兰战争 是不是有讲到那个 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 就这个自己做鸡尾酒燃烧弹 其实鸡尾酒燃烧弹 最早谁做的 芬兰人做的 这样哦 不是乌克兰人做的 当时的芬兰人做的是要干嘛 是因为他们没有 俄罗斯六千多台坦克啊 那没有坦克 坦克大军来怎么办 打坦克要找方法 所以当时的芬兰人就想到 就把他用鸡尾酒燃烧弹的模式 把他直接砸向坦克车 特别砸到履带这些部分去 砸到履带 让他的履带的部分呢 有些细缝沿进去的地方就会烧 毕竟当时坦克 跟现在坦克的先进程度不一样 所以芬兰人当时想到这个方式 莫洛托夫鸡尾酒去砸坦克车 所以这个是芬兰人先发现的 所以当时的战争说法 跟现在都有类似的状况 有类似的状况 但是当时芬兰人 因为芬兰人有很多树 所以他们也有人怎么样 突击趁你俄罗斯大兵不注意的时候 我赶快拿着木头冲上去 然后把木头插到履带 战车的履带里面去 让你的战车卡住不会动 所以芬兰人当时呢 让俄罗斯的部队卡了又卡 打不下去 结果到后面呢 你知道芬兰的狙击手 我们是不是有讲到 俄乌战争里面的狙神瓦利 当时芬兰对俄罗斯的冬季战争 也是有一个真正的狙神 他当时被苏联的士兵 叫做白色死神 就是这一位 他叫做习摩海赫 这一位哦 你知道他穿的身上 就是他们当时讲的吉利服 就是都捏白色 在雪地上好活动 那你知道他一挺步枪 98天的时间打了多少人吗 98天的时间 打死542个苏联的士兵 平均一天至少打死5个以上 所以呢当时苏联的士兵 一听到他就很害怕 所以他们才把他称为白色死神 可是仲将去想一件事 他是不是穿全身白色的 所以在雪地里面 你更难发现他 他要突击你的那个容易度呢 当然就更容易 保护色 所以呢 芬蘭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知道打到后面 我们告诉大家 芬蘭的战死人数是 25904人 你知道俄罗 那个苏联阵亡多少人吗 多少 苏联阵亡人数是 126,875人 将近是芬蘭的六倍之多 所以当时他们在战争的时候呢 芬蘭士兵曾经喊出一件事情 死一个芬蘭的士兵 要死10个苏联的士兵作为代价 结果你看一场仗打下来呢 这个代价是6倍 其实还是很可观 所以即便苏联是产胜 割了一些 苏联是产胜 芬蘭割了一些领土出去 可是他还是保住了自己的主权 那现在我们看到俄国的海军 拉达级潜舰出现在芬蘭湾 来张将军 这个拉达级潜舰 它有什么样厉害的性能 对于芬蘭会产生什么样的威和效果呢 对 因为这个是拉达级潜舰在芬蘭湾 芬蘭湾的水 这个是卫星照相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拉达级潜舰就在芬蘭湾做活动 芬蘭湾的水不深 平均的深度只有40公尺 40公尺的话潜舰没办法 潜得非常深 有时候影子还看得到 那这个时候 因为这是这礼拜的照片 是最新的 这个白色的 白色你看它海水都结冰了 这个颜色比较深的是陆地 那这个海水都结冰 这个地方是圣彼得堡 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圣彼得堡 那这个地方 在这个北边的地方就是芬蘭湾 这个整个就是芬蘭湾 这个整个都是芬蘭的地方 那这个是芬蘭湾 这个地方 芬蘭湾如果再出去的话 向西出去就到 我们讲那个 那个一个海峡 叫做波罗迪海 那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的波罗迪海舰队 很清楚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活动了 那这个地方所建立的地方 整个地方包含北边 包含整个的西北边 都是这个西南边 都是芬蘭 那芬蘭的话现在叫做威德 因为芬蘭跟瑞典是欧盟的国家 但是没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没有加入北大西洋 他们想要加入 好那现在我认为俄罗斯 他不会 他现在目前对芬蘭 是做这个军事威责 威贺 威贺威责 他不会做开两条战线 他如果开两条战线 你觉得他不会开两条战线 可是他重兵 这个重装被调往芬蘭边进来 对 做军事威贺 在准备 对 军事威贺 先解决 如果大家先解决 如果乌克兰的问题没解决 他不会对芬蘭在那边 开两条战线 他这个相当 你以为说先威贺而已 不是真的要出军 对 先摆这边 潜舰在那边做活动 这个潜舰算是新极的 比kilo级潜舰还要先进 kilo级潜舰的话 一般来说速度比较慢 然后噪音量比较大 它的噪音量比较低 而且它可以装18枚攻击鱼雷 这些制海拳上面 它的威力是比较强 鱼雷 那它也可以发射什么样的 飞弹往路上去吗 它不是 因为它是裁电潜舰 它不是弹道 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 它不是 它是攻击潜舰 攻击舰它可以控领芬兰湾 跟波罗的海 所以它只能攻击 这个水面上的船舰吗 对 掌握芬兰湾 跟波罗的海的海权 所以那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 芬兰就在这个波罗的海 包含芬兰湾上面 那换句话说 它已经在这个地方做活动 这个地方还算是公海 因为它的宽 它的众深的长度 最长的地方是400公里 那南北的宽度比较狭长 比较窄 所以面对的是做芬兰做威责 所以它把潜舰在做活动 你看这有两艘 它这一艘之外 这边也有这一艘 两艘在这边做活动 而且就在 圣彼得堡的西方的位置 张上君 那这个卫星照怎么那么厉害 就这样子刚好拍到潜 因为一般潜舰很不容易拍 它都藏在这个水底下 就这么刚好被拍到 对 因为它的水深不够深 40公尺 40公尺的话 如果它潜到30公尺 因为潜到40公尺在坐底 潜到30公尺 30公尺还有影子 而且现在的天气 冷静度非常的棒 你看这个地方都结冰的状况之下 这个地方是可以算一览无遗 没有雾 对 看来是万里无云 没有埋万里无云 所以这个地方一比对 可以比对的出来 颜色很深 而且它在跑的时候 它后面有它的螺旋桨 有螺旋桨 螺旋桨还会有波纹 有波纹的出来 放大看的波纹出来 它的方向是往西北方的方向 它的因为可以经过放大之后 它是往西北方的方向走 所以非常的清楚 它的还有一个就陆上 陆上的话它调到这个 因为这个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这个地方就是陆地了 陆地跟芬兰是接壤的 那接壤还是往这边 往边境 由东往西调动 那也是做军事威嚇 那这样的话 海上 陆上有动态 海上有动态 那空中的话 当然俄罗斯的苏凯战机 跟米格战机 也会在这边做巡应 只是说卫星没有去拍到而已 那换句话说 空中 水上 水下 包括陆上都有在这边 做调动 做调动 现在先做战略威徹 现在 专业三星星 先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他其实有点这样 觉得他不可能说两线开战 双线开战 对 一边这边做军事 再继续作战 那边做拘束 继续做部署 继续做规则 美国在美国的卫星 不管是卫星 或各方面的这个征收 已经全面针对 整个的欧洲区块了 对 也就是说 俄军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完全都要掌握在手里 尤其是必取要求 动动的电针机 在这个地方做活动 我们上次有看到 就在这个波罗的海 还有芬兰湾这边做活动 也是掌握这个地方的 所有的空中动态 跟地面动态 因为它上面装满了 它上面也非常多的 那个电子感应 我们叫Sensor电子感应器 就是掌握它的 雷达的频谱 还有无线电的通讯 还有飞机的这种雷达 空用雷达 它都在掌握 24小时没有停 也就是在波罗的海 跟芬兰湾这一带 因为这个地方是公海 公海的上空的话 领空的话 是属于国际空域 它可以做活动 所以非常的清楚 那美国也在这个地方 做这些掌握这些情报 这些是卫星照相 地面部队的是地面的征照 所以整个都做勤收 掌握得非常清楚 对芬兰的目前的 军事是威和的动作 非常的明显 好 俄军强攻不下乌军 现在精锐武器要出动了吗 传出俄罗斯的布良斯克 有几辆最新式的 BMPT的战车 利用火车高速运往 乌克兰边境 这种战车 到底它有什么样 厉害的性能 对乌克兰会产生 什么样威慑的效果 它对乌克兰主要的 威慑的作用是说 俄罗斯把它 比较新一代的武器 要投入到这战场去 这个指标意义最大 因为乌军不会对 俄军的这些新的装备 它没有了解 所以他们的国防部 一直有去做分析 但是现在要 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一件事情是 战争的真正开打 你可以看到个别的坦克 最新的武器拿出来 都不是重点 因为你只是靠 这个最新的武器 你基本上不会战胜 要靠战胜 基本还是你的补给 补不补的上来 所以你去看 乌克兰最新的动作是什么 乌克兰最新的动作 都是在炸 俄罗斯部队的补给库 所以像我们看到 在画面中 会有一个这个 乌军的部队 去炸在这个 卢干斯克地区 这个俄罗斯部队的 补给的弹药库 那你知道炸 那个补给弹药库 重量你知道它有多少吗 它有20间房子在那边 20栋房子 那你想想看 它要放了多少弹药在里面 那个对于俄罗斯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给线 它放到那个地方 它盖了20间的 临时的房子在那个地方 它要放这些弹药的东西 跟补给品 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 一位平地 对 然后它就是被乌克兰 发动了一场 在那个等于说 突袭了之后呢 等于把它全部都 把移品把它炸掉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对于这个 乌克兰军队来讲 现在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要炸它的补给线 然后像在昨天的时候 我有看到这个 对乌军来说呢 他们能够多炸几台 在乌东的部分 那个俄罗斯坦克 就多炸几台 所以他们有很多 神出鬼没的突击的行为 可是对俄罗斯来讲 现在在这个时间 在乌东这边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在这一块呢 它有这个 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大概有8万人左右 那对俄罗斯来讲 这周边大概也是 8万多人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真的要开战的话 对俄罗斯来说 并不是绝对有优势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普丁 俄罗斯的总统说 他要征兵 多掉三倍的部队 要到这个地方来 那大家就会想一件事 那你8万变成24万人 那你乌克兰 如果只剩下8万的话 双方要对阵起来的话 人数上会给予劣势 可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一件事 现在俄罗斯的部队呢 他遇到两个状况 哪两个状况呢 第一个 他从国外要找的这些兵员 其他的国家 愿意借他兵呢 真的也不多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俄罗斯战事的状况 第二个 现在从乌克兰国防单位 所截取到的资料里面 他们发现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现在征兵不顺 什么叫征兵不顺呢 他要募集兵员 但他还几个指标性的都会 其中之一呢 他们所截获到讯息里面 发现说 本来预计要来的 397个人里面 就到最后呢 真的愿意来 之前你通过资料了 真的愿意来 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然后这两个人呢 到现场来面谈完了之后 都签到签合约的那个阶段 大家两个都不签了 所以等于说到最后这397个人 他一个都没有征到 所以俄罗斯现在征兵 遇到很大的问题 那结果他只好往哪里去 他只好往俄罗斯 比较穷的地方 去做征兵的动作 因为那些穷的关系 比较会因为薪水 然后所以他会考虑 愿意投身上战场 但仲将你要讲一件事啊 对那些人来讲 你现在即使上战场 你受的训练也不多啊 对 你上战场之后 你到时候可能变成 牺牲品的机会还比较高啊 所以对于普丁来讲 虽然要宣称真兵三倍 看起来是非常的威风 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讲 这个要达到这个数字 是有难度的 所以在战场上 有可能会看到的情况是 乌冬这一场会战 现在看到俄罗斯 虽然把很多的士兵 远远不绝地 这个补及到乌冬的战场上面去 可是乌克兰方面的调动 你会发现他也在做 他不但也在做 而且他在等国际间募集 所谓的大杀器 重兵器进去 这些大杀器跟重兵器进去的时候 然后你再看一件事情哦 美国跟北约现在都告诉你一个讯息 他告诉你 我们一定会给重兵器进去 可是你记者在问进去说 那你们要送哪些项目的时候 这时候没人告诉你 大家都不告诉你 免得泄露军机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什么都不讲 为什么 因为他要派什么去你不知道 因为他派什么你不知道 所以呢今天呢 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 国际间都已经告诉你 要送重兵器过去了 但是送什么大家都先保密不说 反而是俄罗斯的相关的部署 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透过卫星资讯看得更清楚 所以现在反而是什么 对乌克兰来这边 哪些东西进去的你不知道 到时候跑出哪些大礼包惊喜 我们不知道 可是这一些大杀区 到时候真正的对决的时候呢 实际的乌冬这场顿巴斯之战 一定会打得出乎大家意料 是的确 西方支援乌克兰的 有什么样的武器不讲 但是呢 俄国的新锐战车要运往乌克兰 马上就被外界知道 这一台BMPT 新式的这种战车 它可以装什么快炮 榴弹枪 飞弹 还有机枪等等 是专为城市战打造的 支援战车 有终结者支撑 来张将军 这个部分 特别你刚才也提到了 现在乌冬地区 天气要转不好了 可能会有泥泞的 这种战车一进去 会不会也卡住了 对 这个就是刚才 仲将所提到的 这个在目前 为什么要终结者呢 因为它就是 巷战终结者 现在要打巷战 那顿巴斯决战 或者是 那个 我们所提到的 马力波决战 对 这两个地方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终结者战车就来 因为它有 双管的30mm的 这个机关炮 这个30mm算是 这口径算蛮大的 还可以发射枪榴弹 也可以打反腾克火箭 它自己具有 反腾克能力 是哦 对 它自己有反腾克能力 它也可以打腾克 它也可以 这个炮跟这个 还有它的机关枪 那当然就是 打的就是向战 它所以派这个进去 所以现在我认为 乌克兰它要去打 打这个车队 因为这个车队 目前在乌克兰的天气 不适合做越野了 一定在公路上面 只要在公路上面 做狙杀就好打了 这个时候派无人机 或者是 这个我们所讲到的 反腾克火箭 或者是标枪飞弹 对着它才有办法 因为它这样是要 为什么要派这个车过来 就是要打相战了 做最后的殲灭战 那派这个车 是不是也要集结 还说它会分散 但是分散少说也要几台 它会分散 因为它公路 大军进来之后 穿插多路 但是它一定要在公路上面 所以在公路上面 只要是无人机 去做战场征收 掌握它的行踪 在空中 空中做攻击嘛 如果这个时候 有弹簧到600 因为弹簧600的 杀伤力比较强 所以在它进城镇之前 就可以用无人机 就可以用无人机 你用这个时候 用无人机去打 如果这个时候 乌克兰有武装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打它 派这个反腾克的火箭 去打它 或者是另外一种 今天无人机 也可以搭配的 就是雷射导引弹 雷射导引弹 它这个脆脆裸 腾克装甲 最脆裸就是上面 如果是从上面 无人机发射 这个雷射导引弹 直到最上面 一个就可以把它做摧毁了 或者是弹簧刀600 因为弹簧刀300的 威力不够 弹簧刀600的无人机 自杀式的无人机 对它做攻击 我认为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把 腾克这个终结者的 这个向战 可以发挥到 可以发挥到最大的 这种我们讲到的 防御力量 把推出去 另外一个就是说 目前马力波 它现在竟然陷入 这个苦战 现在要重武器过去 如果重武器 从扎波罗热 或者是地内波罗 下来 南下 把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没有补给线 到最后会弹尽圆绝 所以一定要把补给线打通 那现在西方国家 不管是澳洲 或者是德国 所给它的装甲 也要从扎波罗热 或者是地内波罗 下来 下来要打通 打通那个 我们讲到的 往马力波的 这个补给线 才可以 特别是最近乌冬 如果天气不好 在雨天当中 会不会影响到 次生飞弹的准度 次生飞弹的 是打飞机 那我们用标枪飞弹 来打它 标枪飞弹 次生飞弹去打 这个如果俄罗斯 如果是有 它有这个 我们讲到的 苏凯战空机 或者是战斗直升机 专门对付它 它就不会发挥 空中优势 因为只要次生 它就没有办法下来 那种监射型 在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 会不会影响准度 不会影响 对 它最好是人间度 它怕的 监射型的 怕的是买 是雾 或者是放丢烟雾弹 那根本没办法目视 没办法锁到它 如果是没有丢烟雾弹 在这种 这种连进度 非常良好的状况之下 直接可以做狙杀 另外一个 要躲在这个掩体后面 或者这个钢铁厂 或者建筑物 或者是高楼 对它做狙杀 那最棒的 那当然是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可以机动 无人机可以消耗 如果有更多的无人机 哪怕是自杀式的无人机 或者TP2 上来一个TP2 挂四枚反腾个火箭 或者是挂四枚的 我们所讲雷射导引弹 对它做狙杀 这个时候一定要空中 地面上 所以不管它派什么样 多厉害的战车来 一样无人机 再加上这些反坦克 飞弹都可以猎杀它 对 无人机可以多元的无人机 就可以让俄军的坦克部队 再次重蹈覆射 一样成为猎杀对象 对 这样子它就没办法在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 这个乌军也针对 这个俄国的补给线 它的这个弹药库 进行这个轰炸 也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 从源头把它断掉 它的战车进来 也有可能会断进圆绝 对 就这样子 所以它现在炸它的这些 武器装备的库 除了炸油库之外 还炸它的弹药库 炸弹药库之后 它的 变成 它的攻势受挫 火力没办法发扬 这个时候 赶快利用这个时候 乌克兰发挥攻势 趁俄罗斯震弱的时候 攻进来 攻进来 把补给线打通 由补给线有交通线 就有生命线 这个时候 马力波就不会陷入 这个我们讲到的 陷入被围困 因为围困的话 没有这个补给线 它会造成弹劲圆绝的状况 所以一定要这样走 当然也有这些 刚刚重要讲 也有这些伪装的东西 伪装的这些单兵的 这些镖枪飞弹 或者是伪装的 这假的 我们讲到的 反腾克火箭 也可以做欺敌 会让俄罗斯感觉到 卑躬蛇影 会变成金弓之鸟 所以我们看到 俄军即使派出 这些精锐的战车来 但不见得会取得优势 那还有西方联军的支援 来 晃哥 我们看到包括英国 包括加拿大 还有澳洲等等 之前有多说 要支援装甲车 各类的战型 要支援乌克兰 所以如果对照 俄军的装备 两相一比 到底谁优谁劣 当然就说 就装备的数量上 仍然是俄罗斯会占优势 而且我先讲 对俄罗斯优势的地方 就第一个 它的装备数量上会比较多 第二个就是说 乌冬的地形跟 当时的早期的乌北 不太一样 跟基辅附近不太 乌冬地形 基本上它是一个平原地形 它也没什么森林 所以它是一个蛮适合 做坦克车 发挥它功效的一个地形 对俄军比较有利 对这部分对俄军有利了 但是对乌克兰 比较有利是在哪里 第一个就在 他们的士气跟决心 乌克兰打到现在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全国 不管是军民的士气 都非常的高 基本上 大概也不会很轻易的认输 第二个就是它因为得到西方国家 包含现在美国到底会提供乌克兰什么武器 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盖牌的状况 英国已经宣布了 它的熬犬的这个装甲 防护型的装甲车 装甲运兵车 那这个裁狼的是比较侦察型的 比较轻型的 然后呢 澳洲送的是叫覆蛇 也是装甲运兵车 然后斯洛伐克 捷克各个国家都送它 基本上大概都是装甲运兵车 装甲运兵车的好处是 它有基本的防护之外 它是适合部队快速移动 就装甲运兵车 基本上时速都可以跑到100以上 我们都不要那么快 就平均时速80让它跑就好了 等于说它很快的时间 短短半天的时间之间 它可以移动大概超过三四百公里 那么远所以它部队的快速移动 乌克兰占有主场优势 这个地方的地形它最熟悉 而且现在说实在的 乌克兰的主力部队 我们只知道 乌东是乌克兰的精锐部队的防守地方 但是它的主力部队 现在到底在哪里 俄罗斯大概也很想知道 你到底把主力 因为这场上打了四十几天 俄罗斯没有打 没有遇到乌克兰的主力部队 老是被它小规模的游击战 或是特种部队袭击 俄罗斯大概很闷说 我很想找你的这个主力部队 来一场大会师 对那个八万对八万 其实乌军的八万就化整为零 对那八万到底藏在哪里 你根本不知道 你知道这在战场上 这是一个心理很 很微妙的心理因素 就是当有一方的军队 或是他指挥官 很迫切希望来一场大会战的时候 也许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个弱点 去设计俄罗斯 让他以为我的大部队在这里 然后我其他部队在旁边包围你 这是他们军事上各种战术上运用 所以乌克兰享有主场优势 还有还有西方国家 源源不绝的武器来支援他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大会战 双方都知道 即将在接下来可能两周到三周之内 乌冬的大会战 有可能是这场 俄军期待大会战 但是乌军根本不想跟你大会战 我话整为你继续用这种 灵活的游击战的方式 应该是这样讲乌军他要不要想不想打赢这场战役 他想 但是他是不是一定用大会战的形式 我觉得未必 他会挑他最有力的作战方式 但是两三个礼拜以后 这场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呢 双方势必得要坐下来谈了 因为现在感觉上 普丁是已经摆明说我不想谈了 那泽伦斯基最近你注意到他发言 其实他也没有特别再强调要谈判这件事 因为从这个布查事件之后发现说 好像现在乌克兰并没有很支持 跟俄罗斯继续谈下去 没什么好谈 因为谈都是假的 对 所以呢 所以双方现在大概全力在准备 这一场 可能发生在三周以内一个大型的战役 双方现在都期待有一个大胜利 但是俄军有那样的条件吗 特别是俄军的状况连连 一再的出包 来冠庭 我们看到 因为他们一直在丢武器 俄军士兵只要一碰到状况 一被轰炸 马上就逃了四战 昨天我们讨论 那跟张良一样 这个四处逃算 那现在呢 在白俄罗斯竟然出现那种传单 说看到请通知 有这么离谱的状况 我先讲一下 刚才那个俄罗斯新式战车 回来讲白俄罗斯的状况 我补充一下 这一次这个新的新式战车 叫BMPT 战斗车 不叫坦克 为什么 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看这个画面 他舍弃了主炮 但是用多功能的各种不同的飞炮 包含说反坦克 直升机 以及对于步兵的扫射 这一款是在2018年 俄军的阅兵大典上面才公布的 本来当时 它是因为车程战争 跟两一战 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 车程战争跟阿富汗战争 获得的一个经验 认为说 大的火炮 已经没办法精确的打击目标 所以他什么都想做 可是这一台坦克 我说来 跟俄军的想法不一样 很多人都说 这样新式的坦克 入侵乌克兰 会对乌克兰 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性 其实现在国外 很多军事专家认为 这一台新式的战斗车 可能是什么都想做 什么都做不好 而且这是第一次 投入实地的战场 没有实战经验 没有实战经验 2021年 他开始想尝试 然后在2022年 终于投入了乌克兰战争 所以他实际的效果 我们是打一个问号 第二个是 我们刚才不是 中将各有讲说 西方给了很多 各式的反坦克飞弹吗 我们别忘了 乌克兰自己本国 所研发的 Stugnar的 这个P的飞弹 Stugnar P 它非常的便宜 而且目前乌克兰西方因为 随着俄军战的 俄军的军队撤离之后 他们的冰工厂 重新的恢复生产 Stugnar P 一款 只要两万美金 比我们的汽车 还要便宜 然后他打了之后 对方无法直接反击 因为他可以发射的地点 跟士兵 两边可以距离一百多公尺 所以他是防不胜防 所以这样子新式的坦克 进去乌克兰 现在外界很多军事专家 认为可不可以起到效果 是质疑的 第一个 第二个是中将各 你刚才讲到白俄罗斯 现在的状况 这个大家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他们钓兵器 钓到连白俄罗斯都在钓 这几天在白俄罗斯 出现了一个公告 大家看这个公告 上面这边 这用俄语写什么 他写说 白俄罗斯的居民 如果你发现 俄军的武器弹药装备 请立即打电话 给白俄罗斯的武装部队 下面这边 记出了白俄罗斯刑法 第295条 他讲什么 他说 枪支弹药爆炸 有关的非法行为 如果你失常的话 会触犯法令 还公布了他们的电话 这是什么状况 因为现在 俄军钓兵器 不是只钓在乌克兰 他现在是从 乌克兰要撤回白俄罗斯 再回到俄军本地 居然这些武器 全部也钓在白俄罗斯 边撤边钓就对了 边撤边钓 那目前呢 大家说 为什么会钓在白俄罗斯 后来才发现 一个是新闻背后没写的 因为呢 是俄军通知白俄罗斯政府说 我们很多俄军 回到俄国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 我们兵器掉了 可是我们在离开 乌克兰战场的时候 这些兵器还在啊 所以是掉在白俄罗斯境内 结果现在传出一个可能性 那些掉在白俄罗斯境内 有没有可能是用什么方式 把这些军火 把这些兵器 就卖掉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是 因为真的太累了 然后觉得说 这些兵器带着也没有用 就随地就丢在白俄罗斯 其实不只是这些兵器 我还要讲 这一次的战争 包含坦克 现在整个俄军的境内 东边战线 南边战线 不是乌克兰哦 全世界 它大概2700多台 现在在乌克兰 就已经损毁超过500台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的一个军力的 一个耗鼠是非常强的 那代表俄军内部状况 非常严重 非常不好 而且我刚才讲的 这些接近500台里面 大部分不是被毁坏的嘛 是丢在原地 然后背着乌克兰 大家看到那个画面 农民就拖着就把他跑掉 而这样的状况 也发现在白俄罗斯 我最后要讲一个 白俄罗斯为什么会沦围 变成是俄军 好像是他家的后院 走来走去的大门 我觉得这个跟 我们台湾也是要 记取这个教训 就是说当然有个国家 他对你异常的好 他最后一定要 你付出相关代价 白俄罗斯啊 现在一单位的天然气啊 还是只要128美元 他卖给欧洲是650美元 就是因为普丁告诉你说 我卖给你便宜的能源 你经济不好 我派违和渡队去你的国家 然后你的状况不好 我们会保护你 可是当有天发生战争 你就变成我的小弟 甚至他放弃 他是非核的国家嘛 这些都是因为 俄军对你好 背后的报酬 现在连他掉武器 都掉在白俄罗斯境内 是好 我们看到俄军士兵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跟心态 为什么明明可以后撤了 还是边撤边掉武器呢 张军 这显然俄军内部 非常问题 非常的严重嘛 即使给你最精良 最精锐的武器 他不想打 厌战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是重伤俄军的这个事情 因为就俄乌战争来看 俄罗斯是侵略者 侵略者 有些侵略者 他在心态上面 他这些士兵 尤其基层的士兵 可能他的高阶将你愿意打 那基层士兵 我们是干嘛要去打人家呢 他们是站在第一线 他们就不要去打 有很多的是他厌战 他不要去打这场战争 凭什么要去打这场战争 师出无名嘛 你就基层来看 那我们讲的发挥战力 最最广大是在基层 那基层有人他就不要打 他就枪一地就在走 还有人把飞机开到那个 我们说讲到乌克兰去了 还有人在投城也过去了 拿的一投城过去 是拿的是 所以给你精锐武器没有用 你的士兵不想打 有的不想打 他不愿意去打 拼着卖命 卖命就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他会想到这一点 他这个今天是我 如果是为了保卫俄罗斯而战 他可能会挺身而出 他说今天我是侵略者 是侵略别国 侵略乌克兰 我干嘛去打这场战争 而且他很考虑 他去侵略乌克兰 人家是拿 这个要去消灭你 所以乌克兰现在 一威嚇 二军二兵就开始逃跑 我们看到最新的状况 这乌克兰想出这一招 到底他的威嚇 这感觉有点像稻草人 这可以吓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飞机吗 看得在天空上 看得到吗 对 看得到 这个如果是 现在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 无人机看到这个东西 会被骗 因为它无人机用的是电子光学 无人机一般来说 无人机中小型无人机 是没有合成孔径雷达 是没有办法雷达照相的 那换句话是 它是光学照相 那光学照相一看 光学照相就被欺骗 它的形状 它的头盔 还有它那个发射筒 看起来就像赤针飛弹 太像了 太像了之后 他们也部署 不是光这一个 好几个了 到处都真真假假搞不清楚 你到处去打 打到假的了 打到假的消耗弹药了 真的还在 为什么你没打到真的了 因为真真假假 到处真的时候 你把它当假了 假做真实真意 假的了 你到处分不清 让二军批于奔命 会就变成了 卑躬蛇影 看到一个杯子里面 有个蛇的影子 好怕 有个蛇在杯子里面 或者惊弓之鸟 你这个也是心理战 你真真假假 你到底到底他打不打 结果那是真的 你还被骗到了 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情报战的心理战 一个变成混合的一种 综合战术了 所以这个算是伪装 伪装也有假的伪装 变成真的 也有真的变成假的 让你真假不分 只想混淆敌情 混淆敌情 问乱他们 变成战场迷雾的产生 不知道敌人主力在哪里 倒是真的还是假的 会造成心理上的恐慌 心理上的震撼 你叫什么话 攻心为上 来清皇 这从政政一开始 似乎乌克兰方面 其实就抓了很多的 特务跟间谍 不是吗 对 乌克兰的情报 在这次打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所以大家去注意一件事情 乌克兰从一开始 基辅三不五十 他的首都就宵禁 那宵禁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 把这些间谍找出来 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 其实他们在这一波 情报战里面 对于这个间谍的 掌握度非常的高 尤其是哪一些呢 尤其是渗透进来的 或者是甚至是乌克兰 内部一般的民众 被收买的这一种 他们就用各种的方式 把它抓出来 而且最明显的是什么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乌克兰的截取相关的 彈音谈话内容 档案特别多 而且多到什么程度 多到有很多段的部分 他们都把它放到自己的 这个国防部的 安全情报局的网站上面 推特账号上面来 然后有好几段 我还特别拜托乌克兰人 帮我翻译 因为有时候只有录音档 然后乌克兰还帮我 把它翻成英文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就是乌克兰对情报的 掌握度相当的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被抓出来 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位啊 这位梅德维楚克 他的状况就是 他其实还资助了一些 相关的亲儿的人士 跟亲儿的活动 所以他等于是配合着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间谍 在行动 然后把情报给泄露出去 这就是为什么 在这个时间 对他动手的原因 有日本的媒体呢 这个日本一个 非常重要的媒体 叫做周刊现代 你看各位给大家看一下 他出来 他在算给你听 普丁到底 到底花了多少钱 就各位知道 他花了多少钱 他现在上面写了 你有没有看这个标题 他说普丁在往 自我毁灭的方向前进 这个周刊现代里面 标题就告诉你 普丁在往自我毁灭的方向前进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帮他算过 他打仗一天 至少要花三兆日币 然后这个周刊帮他算的多仔细 他把每天的粮食 要吃多少钱 油要花多少钱 然后补给要花多少钱 全部都帮他算起来之后 他说他一天 至少要打掉三兆日币 那个是看得到的情况之下 但俄罗斯的军费 没有那么多可以让你烧 而且最重要是 他这一份周刊现代呢 他还列了一份明细表 这份明细表是什么呢 他告诉你说 俄罗斯到目前为止 T72坦克 他已经打掉了几辆 然后呢 花的费用大概相当于 350亿日币左右 帮他整个账算下来之后呢 光是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的战损 被俘虏的 然后被打爆的中将 你看这张表 陆海空三军加起来 你觉得俄罗斯损失了多少钱 俄罗斯到目前为止 这个日本的媒体 帮他计算过了之后 精算完是 一兆5000亿日币以上 所以光是他目前损失掉的 这些武器设备 就一兆5000亿以上 那更不用讲说 他战争的经费一天还要再花 这个三兆日币左右 可是俄罗斯的国防预算 我帮他算过一次 按照这样的换算结果的话 因为三兆日币相当于 大概200多亿的美金 可是俄罗斯一年国防预算 才1540亿美金 这等于你打六天就没有了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是打越久你消耗的越多 那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讲 其实打到后面去的结果 资源消耗到后面 这就是为什么 日本的媒体下了一个结论说 普丁在往自我毁灭的方向前进 是的确普丁是不是往自我毁灭的方向前进 可是昨天他在远东地区来说 他这个攻打乌克兰是正确的决定 同时呢那布查 那个所谓的屠杀 通通都是假的 那妹妹姐我们可以看出 普丁是不是真的疯了呢 因为乌克兰的安全部没掌握到 接下来有可能在他们自己 俄国国内发动恐怖攻击 所以普丁会疯到说 拿自己的国民 然后来残杀 然后再嫁祸给乌克兰吗 那个世人命奴草戒嘛 这种栽赃嫁祸 建立在暴力跟谎言之上 不就是普丁政权 乃至于独裁政权 常见到的事情吗 欧武战争一开始 你还记不起的 那个时候他们就说什么 有截获了乌克兰跟美国合作的 生化实验室 那大家说 你是不是要发动生化战争 我们现在怀疑 他是不是要发动化学战争 不就已经先铺路了吗 那包括我们看到的 他甚至于在马力波那边 不是把人堆得高高的吗 那要制造个假象说是 乌克兰自己的军队 残杀人民要嫁祸给俄罗斯吗 都是赖给乌克兰嘛 之前他要发动对芬兰的战争 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那时候也是这样 他发动了一个 自己袭击自己的村村 叫做曼尼拉 他说是芬兰炮轰他们的 用这个借口来入侵到芬兰 才有冬季战争 所以跟这一次乌克兰 他发动战争的时候 他不是说 他们的亚述营 纳粹化 乌克兰人屠杀这些人民 他们去解放不是一模一样吗 那各位 这都老招数了嘛 所以一点不足为奇 那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俄罗斯他 这次一定要势在必得嘛 所以他一方面 他调动军力 他也挣钱换了大将 连那个叙利亚魔王都出来了 那另外呢 他还要拉帮结派 对外找结盟 那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新邪恶轴心 真的已经成型了 成型了 对新邪恶轴心 过去讲的邪恶轴心 什么伊朗啊 伊拉克啊 北韩 现在新邪恶轴心是什么 四大要角领先演出啊 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 其实这个结盟态是非常的明显 中国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不管是在国际法庭 他投票反对嘛 这个 叫俄罗斯停止战争 又或者说 要踢出人权委员会 只有他跟俄罗斯反对嘛 所以这一次呢 伊朗这边他当然也要拉过来 各位要知道 伊朗他之前一直在偷偷发展核武 对不对 本来在2015年的时候 有包括五大常任联合国常任领事国 中国 英国 美国 法国 俄罗斯 加上德国 加上欧盟 共同签字 要控制伊朗的核进城 那那个时候呢 包括俄罗斯 中国也都是反对 伊朗来发展核武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 核武国家俱乐部 不喜欢有太多新进成员国 大家看到这一次的战争 拥有核武者 他就可以耍流氓 不是吗 北约各国不敢参葬 不就是俄罗斯威胁要用核武吗 大家不想打成世界大战吗 所以 再加上俄罗斯跟以色列关系 非常的好 那以色列过去曾经放话 他说伊朗 只要发展核武 他就要打伊朗 所以他甚至于以色列 透过俄罗斯 也施压了伊朗 所以伊朗只能偷偷发展核武 那伊朗现在是偷偷运飞弹给俄罗斯吗 对 我现在就要讲 此一时也彼此也 请问一下俄罗斯 现在是不是受到世界各国的制裁 对 他的名声工业 他的军火工业 他其实受到严重的打击 很多的原料物件什么 都已经缺乏了 那怎么办 可是战争需要钱 需要武器啊 你需要很多的这个感光 之前就苹果 飞弹是不是快打完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好了 眼睛当然就看到伊朗这边来了嘛 伊朗也刚好趁这个机会 要来选边站啊 你们过去不是反对我发展核武吗 这个时候 我如果对俄罗斯 我偷偷的 各位 现在已经有消息人数 说看到了什么呢 包括这个PRG的火箭弹 反战车飞弹 他的一个港口哦 然后要运往 插着有伊朗的国旗 还有俄罗斯的国旗 其实透过海运 走哪边走离海 然后要到俄罗斯那边去 那对俄罗斯来讲 那不就是雪中送炭一样吗 大补完哦 大补完哦 那我请问你 俄罗斯会回报什么 我就不要拦着你做核武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对俄罗斯 对中国来讲 都是一个好算盘 他们一定有私下交易嘛 对不对 当然 伊朗如果发展核武的结果 各位想一想 第一 阿拉伯世界会震动 因为伊朗是什叶派 阿拉伯是逊尼派 是世俗的 比较温和的 那你如果伊朗发展核武 那阿拉伯世界会不会发展核武 那不然我的地位会动摇啊 好 以色列如果也说 我不允许你伊朗发展 我就要打你话 美国会不会卷进去 那如果美国卷进去的话 我请问你 中国可不可以作怪 我中国在亚洲这边作怪 伊朗在中东这边作怪 我俄罗斯又在乌克兰这边作怪 你几个美国啊 你会不会被多利分啊 你会不会分心啊 所以 一个新的邪恶轴心 不就形成了吗 尤其北韩有闲着吗 各位 还前不久 他不是有飞弹试射吗 他四月份还要核试射 那你就看到了 为什么四大领先演出 新的邪恶轴心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新的邪恶轴心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他都是威权的 独裁的 极权的政体 对抗这种自由的民主的世界 也就是说 世界重新洗牌了一回 这个洗牌了一回就说 本来以为冷战结束 就是美国领导的单级格局 现在重新来个新冷战 新的冷战 就是自由民主 与威权独裁的对抗 那一边是 我们都是站在自由民主一方 一边就是与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 领导的 一个新邪恶轴心的行程 所以我们看到 在俄乌战争 敏感的时刻 竟然 伊朗被发现 是有这个私运 海运方式 从这个伊拉克 运这个火箭弹 反战车飞弹等等 进入俄罗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非常罕见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运20的运输机 连续三天 飞底塞尔维亚 运载 红旗22的 中远程的防空飞弹 来张将军 这个时候就这么刚好 大量运送这种飞弹 进入塞尔维亚 也难怪外界怀疑 会不会再转交给俄罗斯 这个倒不会 我们可以上面这个倒 可能性非常的高 因为在离海 离海它南北长度是1030公里 离海的北边是俄罗斯 俄罗斯有个离海舰 俄罗斯四大舰队 太平洋舰队 波罗的海舰队 一个黑海舰队 最小的是离海舰队 离海舰队的南边 离海的南边是伊朗 所以他们两个直接 不用透过这个伊拉克了 透过伊拉克 你要进到黑海的状况之下 你要经过 博士普鲁斯海峡 跟达达尼海峡 现在被土耳基所控领 你要经过那个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现在也被监控到 所以海运最快的就是走离海 那离海的话直接 他们中间隔了个亚美尼亚 只要200公里就到了 就送到俄罗斯这个地方去了 所以他们走了海运 两种最重要的武器 第一个反装甲飞弹 就是类似我们讲的标枪飞弹 这是打腾科用的 另外一个 讲的火箭弹跟火箭发射筒 这是打橙子弹用的 你看现在俄罗斯要有这些东西 伊朗为什么给它 因为他们两个是铁杆 伊朗跟俄罗斯 俄罗斯提供伊朗 这个核子核弹的技术 另外一个 俄罗斯提供伊朗右矿 你看这两个 现在俄罗斯在打仗了 伊朗就给它这些东西 又是离海 他们无理海国家 所以直接就运送了 那现在中共把这个运20 12架 6架6架 一共加起来12架 两个批次送到了这个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它是内陆国家 它原理上是被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包围住 它现在也要送出去也送不出去了 因为它是个内陆国家 它没有海 它就空运 空运为人被包围住 它就对塞尔维亚 因为中共 因为它被严密监控着 被严密监控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中共卖给塞尔维亚的这个中远程的地地空 这个防空飞弹是便宜货 便宜货 塞尔维亚也只能买便宜货 刚好就是它的 这个最重要的是中共这一次凸显它运20 长途去保障运送到 从亚洲飞过土耳其飞到欧洲 交给塞尔维亚 它这一次做了一个 长途保障的飞行的这个能力 它是展现这个 倒是对俄罗斯没有 如果它要运送给俄罗斯 那旁边就偷偷摸摸就送了吧 这跟上次一样 送到共青城 还有在衰分河 这个旁边的送 直接送到海参威去了 直接通过西伯利亚 不用经由塞尔维亚这边 他晚上偷偷摸从边界快 直接还更快 不要直接转手 因为转手大家都在看 然后如果货一卸了 美国飞机都在看 你卸的东西往哪里跑 一朗无遗 这次有很多的事情 都是所谓的志愿者闹出来的 就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的教授 叫做黄河 他就是下楼取菜而已 因为你总是要吃要有菜嘛 那叫着送的菜来了啊 要下去拿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走到那个志愿者 所讲的那个地点 去拿的时候呢 哇 七八个志愿者 就马上过来报位他 殴打他 直接痛打他一顿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